那你怎么也不打电话 也不发朋友圈 是不是过得不开心啊 妈妈这个中午就去看你 不要 不要 妈 我最近过得特别好 我竟然刚签了一个大合同 超级大的合同 我和冬江也挺好的 我现在就在这儿等着呢 那 那家伙过来了 冬江过来了 妈 我不跟你说了啊 你就听我的 你就别过来了 就等我回去看你和爸爸 给我准备好事就行 摸摸摸摸 一号 我们吃什么 吃什么都行 你想吃什么 我要想一下 乌冬江 救我一下他 这什么花呀 他是谁啊 没谁 乌冬江 你干吗呀 他谁呀 他说话呀 说话呀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女朋友许婷婷 这位是我的高中同学 微信上交往过一阵子 你说我们俩在微信上 交往过一阵子 不是 小余我跟你说过的 我们两个不合适 我已经有心爱的人了 强线都挂不停了 我很谢谢你对我的情感 我也真心地祝愿你 能早日找到自己的爱情 可以那么多 单相思啊 其实我能理解你 这样也挺辛苦的 不过我真的饿了 咱们赶快走吧 米老鼠啊 我还以为都是你欺负别人的 你 我路过 路过 你给我过来 你吃错药了吧你 你自己满口呼唤心里没点熟呢 这个人你看到了吗 比你帅吧 比你高吧 比你看着顺眼吧 比你纯洁很多吧 比你好比你优秀 各方面都比你强对不对 我告诉你啊 就这样的 他追了我一年半 我走到哪儿他追到哪儿 我都懒得搭理他 前半段我同意 后半段就算了 你闭嘴 吴东江 今天我就有看到你在这儿 我觉得很奇怪 你说我都已经来SW工作 你干吗还要追过来呢 你这个人不知道死心吗 你是犯贱的还是缺 你这个人说话真的 行行行行 你随便拉个人过来 就说人家追你 我看他长得也挺好的 能看得上你吗 怎么说呢 真是 你长得也挺漂亮的 所以找一个这号的吧 那你傻 行吧 行吧 我看见你今天看别人了 那我就放心了 走吧 怎么说话呢 不过我在最后奉劝你一句啊 你这个脚踏两只船 三只船的破毛病 你得改 以后少骗那些眼下的女孩 不是 他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两条三天穿 你说话呀 刚还拿我当枪使呢 你这说走就走呀 名字也不告诉我 不觉得不合适啊 总算见到你受气了 还知道你一个小秘密 行 我先说 我叫蛋丁 站住 做另外一套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瞎话 记住 我们是永别 凭什么呀 不是 你这算不算使了中继呀 进来吧 进来吧 我知道你会回来 以你的性格 不会一起跟他们往外走 只有先回来 疗伤 你都看到了 对不起啊 我 那个男孩是你的前男友 既然你说得那么渣 你决定放弃了吗 没有 我就是瞎说的 他没有叫太阳之船 我那么说 就想给他们俩添点乱子 就想给他们俩添点乱子 那就是你还没有决定放弃 嗯 我先把他抢回来 再说 很好 不枉我推荐你来SW 不停留 过来 这是上海为数不多的 能看到外滩夜景的写字楼 眼界的宽度 取决于你的高度 当你站得足够高 不用仰望的时候 你才能领悦真正的风景 白铃花和傻白甜 在现实世界里 常常都是体无完肤的 那个 我不是傻白甜 我也没有想真书意 我这么做 就是想找回属于我自己的 我自己最想要的生活 还有 吴东江也不是小男人 他是不是小男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就得赢 只有不断努力的人 才有资格选择 人生的主动权 你刚刚还在宣扬 你在SW工作 但我想提醒你一下 如果你赢不了林萧萧 这句话就会跟你的前男友一样 变成你的曾经 你知道林萧萧拿下几单了吗 可是我拿下了仪妮 仪妮很大吗 仪妮的合同刚才返回来了 不是你预料中的七十五家 是上海市区的五家分店 实施期还有十天 对于一个弱者来说 时间都不会站在你那边 老板 我要放大招 大招 我一家网红之后都没谈 还不是因为你告诉我 今天可以把合同钱来 这周一我们公司被收购了 不是吗 收购 你干嘛不早告诉我呀 我怎么能提前知道啊